学训酒店里面的畅销菜 蒸烟烟水蛋 这道菜无论是大人小朋友 或者老人都非常的喜欢 准备鸡蛋之前我们剁一些肉末 让蛋吃起来有一些肉味 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再打入两个咸蛋黄 只打蛋白蛋黄留起来 等一下把它改刀 下入一些盐给一个底味 给上少许的花生油蒸香 再倒上温水 水和蛋的比例大概是蛋的两倍左右 把它打散以后放一点备用 刚才的咸蛋黄用刀把它拍扁 再把它改刀成小颗粒的状 现在我们来处理肉末 把锅烧热以后下入一些花生油 把肉末煸至有一些微焦 在煸制的过程中 下入一些黄酒蒸香清心 再给上少许的盐作为一个底味 准备一个蒸盘 下入炒好的肉末 再倒上一半打好的蛋液 水开以后下入鸡蛋 大火蒸它两分钟 再改成小火蒸至到它定型 你轻轻地晃一下锅 就可以判断它是否定型 这时候就可以下入我们的咸蛋黄粒 下好以后再倒入剩余的蛋液 盖回盖子 继续两分钟大火 小火蒸至到定型出锅 蛋液里面给上一些蒸鱼豉油 如果家里面有宝宝的话也可以不下 喜欢的话帮忙点赞收藏 后期的话会有更多的酒店菜品 和大家培训